我聞到味道 不過不是雞的味道 是我的頭髮的味道 怎麼辦 剛剛大家已經看過在頭殼上燒烤 有什麼這麼厲害 接下來我會和大家表演 將整個人放上去 當然不是 只是開玩笑 接下來會真的表演給大家看 BBQ 歡迎大家收看張敬軒BBQ 2018演唱會 Lewis 我想問一下 你為什麼在頭上放火 我想我叫張敬軒 不好意思 搞錯了 我以為是張繼聰 之前我們就在海報 就見到你在頭上放火 你這麼多東西不燒 你為什麼要燒頭呢 沒有 我嚴命長 我之所以要在頭上點火 那些是低溫的 那些是燒不到頭髮的 當然啦 家裡的小朋友當然不好學 特別像你那些 特別像你那些 那你叫皇上 那你有沒有唱黃飛的歌 那你有沒有唱黃飛的歌 那黃飛你是唱歌的黃飛 不是我家裡那些 那當然會啦 那我都會唱一些點題的作品 就好像我這個演唱會 一人不分析兩角 那你這個演唱會 大家都很期待啦 是吧 那大家都很有興趣想知道 你會不會請你的好拍檔 各兩度出場呢 不如你打給他 我有電話 是啊 是啊 你打個電話給他 啊 你真是有味道啊 設了我這張照片做Wallpaper 我自己都很喜歡這張照片的 啊 是呀 打給他一下 好 喂 是啊 兩度啊 麻煩 喂 我想問一下 很多人都問你 會不會來做演唱會嘉賓 那我應該怎麼回答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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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答案 你聽到了 啊 以下這個問題呢 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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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公司要求才問的 啊 近日呢 有網民呢 就發現呢 網絡有一條片呢 就啊 就是網傳說是你的師生子 啊 啊 就是啊 正所謂人有相似 是吧 那我都跟很多人都 都都 都像樣的 是吧 就是比如說 Emma Watson 是吧 為什麼又不會說是我的師生女呢 喂呀 這麼像我 卸得妝記她的樣子 你看她 嗯 嗯 嗯